在工业革命尚未发展之前,社会多以人力的方式进行生产,也因此产生了许多记忆精良的工匠们。 而到了1760年代,工业革命兴起,为社会、为环境带来了巨变。 原本人力制造的模式,转变为可以快速生产的机械。 就在这样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背景下,催生了美术工艺运动,为近代设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19世纪初期,欧洲各国皆已完成了工业革命。 各地工厂林立,一支支耸利的烟囱补着浓浓黑烟。 工业标准化的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匠们的手工技艺。 造成传统手工的生产模式式微。 当时的手工艺产品,多为装饰繁复且造价昂贵的维多利亚风格。 只能成为少数贵族的收藏。 一般大众仍是使用粗略低廉的机械制品。 1851年,英国为了宣扬工业革命带来的伟大成就。 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 并且在展览筹备至开幕不到一年的时间。 运用钢铁、玻璃打造了巨型温室般的展览空间。 也是工业革命最代表性的建筑、水晶工。 但许多参展的工业产品,制造上为了符合机具规格与大量生产的目标。 在诸多要求与限制之下,导致产品的品质粗略。 而工人只单纯负责机械的操作,无法参与产品的工艺设计。 造成技术完全和艺术脱节。 甚至许多产品撒乱无章地添加了多余的装饰。 当时知名的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 发现了工业革命创造的机械化生产, 和繁复装饰的维多利亚风格走向了两个极端。 对设计的发展来说是一道莫大的阻碍。 在批判机械生产的工业化, 造成产品粗字烂造的同时, 也不断强调艺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提倡设计艺术因为大众创作, 而非为了少数的贵族精英。 拉斯金期望可以复辟中世纪的哥德艺术, 提出施法自然与实用主义的设计观点, 也是美术工艺运动的思想核心。 当时17岁的威廉·莫里斯, 在参观伦敦世界博览会之后, 对于工业机械化造成的无趣、丑陋的产品, 感到相当的震惊无法承受。 并在内心剥下了一个种子, 西纪未来可以扭转如此疲弱不堪的局面。 莫里斯在牛津大学艾特赛特学院攻读建筑系, 潜心钻研古典建筑, 深信文艺复兴和古罗马风格, 才是西方建筑的正途。 秋学期间, 莫里斯阅读了约翰·拉斯金的著作《威尼斯之石》, 非常认同其工业革命造成产品美学崩坏的论述, 也让莫里斯萌生了对于哥德式建筑的热爱。 1859年, 结婚后的威廉·莫里斯, 因片寻不着自己满意的房子, 于是便邀请好友菲利普·韦伯, 单纲建筑设计, 共同建造出美术工艺运动极具代表的建筑, 红屋。 红屋因其砖瓦堆砌成的红色外墙而得名, 房屋外观不做多余的装饰, 建筑整体格局采用不对称的布局, 加上莫里斯深受中世纪主义的影响, 屋里屋外的设计风格都明显地体现出 象征哥德式风格的尖塔造型。 房屋内部的装饰与家具, 包含壁纸等, 都由威廉·莫里斯亲手设计。 红屋在当时极为特殊的建筑外形, 与独特的内部装饰受到大众的关注, 一时未维风潮, 也让莫里斯意识到大众对于设计的需求, 决心扩展商业设计之路。 在1861年, 莫里斯与好友共同成立了莫里斯商行。 1875年, 商行改为由威廉·莫里斯独资的莫里斯公司, 也是世界最早以艺术家为核心的设计事务所, 并提供多元的设计服务。 除了制作纺织品、 壁纸、彩色玻璃窗、 壁画等手工艺品, 更跨足了家具、建筑、室内、 产品与平面设计。 莫里斯诚说, 如果艺术不能与众人分享, 那么艺术便失去价值。 主张设计工作必须为大众服务, 而在装饰上必须是纯正诚实的艺术, 反对华而不实, 焦楼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 其作品也多以自然植物、 花卉、藤蔓独藤, 搭配自然色系设计, 兼职以手工方式生产, 体现原始材质。 莫里斯也投入相当大的心力在纺织、 染色、印刷等各种专门技术上, 认为设计者需要建立丰富的材料知识, 知道如何因应各种材料制作与加工。 才能提升工艺品的品质。 莫里斯后期重新放在图藤、印刷与书籍装针设计, 于1891年成立科姆史考特出版社, 印刷出版了知名作品《乌孝平原的故事》、 巧手作品集, 搭配了精美的图藤与插图。 其中,巧手作品集为了追求完美, 做工繁复, 耗时4年的时间才制作完成。 加上科姆史考特出版社所发行的书籍印量不多, 且单价高昂, 因此无法广为流传。 莫里斯穷奇医生将理念付诸实践, 但坚决否定机械, 寻求传统的做法, 却也局限了与时俱进的发展性。 另一位美术工艺运动代表性人物, 麦克木杜, 他追随威廉莫里斯的思想, 参与了美术工艺运动的设计改革。 1882年, 麦克木杜在伦敦组织世纪工会, 成员包括了杰出的插画家西文·伊马奇, 平面设计师霍恩等人, 出版了著名刊物木马, 借此宣传他们的设计风格与思想, 并在插图与文字编排设计上下足了功夫, 也是最早有系统性的介绍美术工艺运动的出版品。 对于美术工艺运动拓展到平面设计领域, 大有助益。 1888年, 英国一群设计师和艺术家 以美术工艺运动的精神号召, 组成了艺术与手工艺展览协会, 推举沃尔特·克兰出任协会主席。 协会除了筹办大型的设计展览, 也陆续推办专题展演和设计课程。 另外也有设计师查尔斯·阿什比, 同样置于推广美术工艺运动的理念, 创立了手工艺行会, 在莫里斯去世之后并购了科姆史考特出版社, 是同时期最成功的设计公司之一。 阿什比为了增进英国设计水准, 设立了手工艺学校, 十年下来培育出七百多位具有实作经验与设计能力的学生。 美术工艺运动的热潮逐渐从伦敦扩散到欧洲各地。 沃尔特·克兰和查尔斯·阿什比更远度从洋将美术工艺运动的思想传播到美国, 影响了美国的设计界, 许多设计组织纷纷成立。 美国的美术工艺运动与英国相比之下, 较少着重于中世纪与哥德式美学, 例如格林兄弟的根堡住宅, 就融入了日本木造结构建筑的特性。 家具设计的风格也有显著的差异。 参考了中国明朝传统家具样式, 在装饰细节上带有浓厚的东方气息, 美术工艺运动基于当时工业化的反思。 一件事物被生产, 必须要忠于其制造意念的思想, 赋予了艺术家们新的灵感依托。 透过展览、教育与印刷品扩散信念, 让美术工艺运动在现代设计运动中扎下根基, 促成了欧洲另一场更具规模的设计革命新艺术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